关九海当众质疑阮云平 阮云平仅用一句话 让九海立马认怂道歉 这就是来自副总的威慑力吧 近期阮云平带着师弟们一起外出录制节目 游戏环节中 关九海大胆质疑阮副总还多次顶嘴 期待阮云平立马拿出了副总的威慑力 吓得九海乖乖认怂 果然在我社惹谁都不要惹阮云平 别看如今的关九海在阮云平面前十分调皮 没事还喜欢逗逗对方 但早年他与副总部署那会儿 副总在群里全一下他 他都被吓得不行 当年郭德纲带着一栋土地演出 期间关九海穿了一件十分亮片的蓝色大褂 尤其是站在郭鱼二人身边时显得特别的亮 于是阮云平在群里提醒二人 下次大舞台换个稳重点的颜色 仅仅只是这一句话 就把关九海吓得够呛 连夜给搭档打电话 从这儿便能够看得出 阮云平在德纹社威慑里有多强 别说像关九海这种事业刚刚有所起色的演员 就算是德纹社老员工也要给副总一些面子 岳云鹏张云雷就曾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表示 在德纹社里还真就有他们都害怕的人 这个人就是阮云平 其实与其说是怕不如说是尊重 此前阮云平录制节目 需要给自己的好友打个电话 阮云平翻翻手机 最终将见面停留在了捧根美少女 结果电话打过去 对方竟然是鱼签 捧根美少女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谁的声音 喂 大爷 我是小鸾 哎 副总 哈哈 前二大爷张口就是副总 可见在德纹社 华云平已经站稳了脚跟 其实别说是师弟们害怕副总 就连粉丝们在副总面前也显得格外乖巧